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着 大和尚慈悲 当家师父慈悲 各位常驻师父慈悲 各位居士吉祥 很快一晃眼 今天我们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应该是最后一讲 按一个月四讲 正好五个月 那么非常强大的 强大的这个时间 入冬以后 常驻上的这个法务也多起来 正好我们从夏天开始这个学 冬天来参谋 因为这是一个有为有漏的世界里边 来流通佛法 所以世间人常讲到说 忠孝不能两全 因为这个世界它是残缺 不能够究竟圆满的 不能兼容 所以正好这几天呢 白樊那边常驻上在打那个禅七 昨晚上我还说了 我说应该在禅堂里面 我们叫宗蒙 今天诸位我们一起来学 这叫教下 统称呢叫宗教 也是不能两全 今天我们圆满最后一讲呢 那边明天 今天禅七圆满 明天就解气了 但是那边就落下了 落了一个块 如果那边圆满嘛 那这边圆满不了 所以说固执一头 我们常讲到一门深入吧 因为有这样的世界 有这样的形状 所以才有起有落 有始有终 有生有灭 今天我们讲到 主类人天品 最后一讲 主类什么意思呢 既是圆满 从圣见而言 色深融入法界 因为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 最后主类人天 就是法会将宗 把这个庙里 嘱咐在这个与会的人天大众中 让世事流传 利益众生 这个法宴 这个业会呢 要终结了 所以以人天大众来 主类地藏菩萨 就是让未来的众生 结盟解脱 这是我们从 圣见来讲 那么 佛实际上是不会入灭的 法生不生不灭 那么既是圆满 从凡情上来讲呢 又是伤感 因为 确实 你看一开始就是连呼 地藏菩萨的名号 说这个地藏地藏 辱资 神力不可思议往下 那为什么要连呼齐名呢 也表这个爱之生 托之众 像国王一样 要驾奔 那么自己的储君 皇子呢 还幼稚的很 我们众生虽然也是佛性 但是现在呢 还在轮回地里边 特别顽劣 所以呢 要把这个托姑给大成来辅佐 像以前的皇帝 拿着这个大成的手 特别是敬成 众成的这些手 爱情爱情 你看我们现在看戏文里面 还是这样 所以地藏地藏 这是凡情圣见来讲 主类人天平 那个这个主类啊 也从三个点 一个是说 从我们说圣旨而言 古人常讲圣旨 甚至皇帝 诏约啊 实际上只有佛说的才能叫圣旨 究竟圆满的大圣 法旨 所以说 佛所付主 这叫主 反而宣传 让大家来流通宣传 这叫类 主类 主类 如果从菩萨的位法 法上来讲 主 就是顶寿 所主 一叫奉行 一叫奉行 雷就是心甘情愿 这是从菩萨的顺教上而言 随顺圣教 所以主呢 是如来成言所主 雷呢 是菩萨的一片 单心顶鹤 这是从一个是教授的授 一个是领授的授 和论而言 所以说 主类人天品 主类人天品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一篇的内容呢 也比较短 但是一开始呢 是二十世尊 举金色碧 又磨地藏菩萨 莫合撒顶 那我们还记得 风声集会评里边 这个世尊呢 就磨这个 无量百千万 地藏菩萨 莫合撒顶的时候 他说 我与五卓恶是 教化如是刚强重伤 那么现在五 要入灭了 就看你的了 看地藏菩萨了 所以这里讲到 辱之神力不可思议 辱之慈悲不可思议 辱之智慧不可思议 辱之辩才不可思议 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 辱之不思议时 确实如此 不管我们说 地藏菩萨的神力啊 神力来讲呢 像这样的大菩萨 可以说是 微神之力啊 就等于说 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 人造极乐世界 我们还浑然不知 再从极乐世界 拽回来 我们依然 不知道 不知事情 这就是菩萨神力 这是真事 他能把 一切诸法中 无量 无量时节 能转为一天 他能把一天 能够拉长到无量节 能够转小做大 能够转大做小 菩萨的神力 慈悲 实际上呀 真的是不开悟的人啊 就不能够圆满的体会到 什么是慈悲 观音菩萨 普门 视线 说大慈大悲 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还是带了爱见的 情见的这种 你我的 有实惠的 下意识 有回报的 真正的这种 不以这个 慈悲显现的这种 行慈悲法 确实是只能够 悟到根本 悟到根本的 人才能够 有一点点知见 常说跟 诸佛菩萨 一个比块出气 我们常念说 无缘大体 此同体大悲 实际上这个法是 甚深甚深不思议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 还是以分别性 去理解他而已 如之智慧 不可思议 为什么说 诸佛菩萨能行 这样的大神通妙用 我们常讲到说 圣生法葬里边 智和慧也不一样的 观音菩萨照见 五用皆空 智 就是有照了的功能 就像灯一样 他不执着 一点一丝一毫 都不执着 但是他能在现场 能够把它照全 照开 照明白 这叫照 但是会有什么呢 有鉴别的作用 就是世事无碍中呢 就一点点 一丢丢 一滴雨 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他都完全能够知道 世事无碍 我们是弄不清楚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智慧呢 才能够有这个辩才 能够负极说法 所以大家看这四句啊 实际上是赞叹 地藏菩萨的三轮 这个神力不可思议 是指地藏菩萨的生轮 慈悲智慧 是指地藏菩萨的一轮 辩才无碍 是指地藏菩萨的口轮 三轮度化众生 也就是从众生的 身口一三叶 入门 起教 但是呢 这里实际上 为什么叫不思议了 连说四个不可思议 我们一般讲到说不可思议嘛 佛法说讲不透了 讲不知道了 就一句不可思议 确确实实 法而如是 不可思议 大家可能会觉得 圣圣的法葬嘛 到了这个佛的境界里面 不可思议 实际上 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皆不可思议 我们往往说以为是 真净不可思议 真谛不可思议 这个根本质不可思议 实际上俗情俗静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不晓得 诸位师傅们 有没有 你比如说 有一个诚实论里面 他就讲到 说我们一般的人啊 你连一棵草的来龙去脉 都说不明白 看不到位 就一棵草 我常常也讲到 我们现在 连肚子吃了饭 为什么会饱 也是搞得清楚的 只是知道吃了饭会饱 这个法能说清楚吗 所以只有佛菩萨的这种 智慧照料的功能 才能把它鉴别清楚 我们现在来讲 法界的常理就是不可思议 法界的常理就是不可思议 在论典里面要讲到呀 有五种力量不可思议 说众生世间不可思议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一棵草我们都弄不清楚 你仔细想一下 确实如此 业力果报不可思议 还有坐禅人 你别说真的 有只老餐上座呀 我们昨天在禅堂里面 还有上座禅盒子 给开示的时候讲到 你坐得熟了呀 这个功夫在心静下来啊 就整个禅堂里面 我们也不是说三千大街 就这个禅堂里面 就在一念间 哪里有起 哪里有洞 谁挪了一下这个腿 或者说坐得这个腿累了 下到这个拜殿上去跪着残 然后那个奸香师傅呢 起来的时候 在那边还看见他还有 好像这个一到跟前 他就立起来 说明就没有睡着 他心是明的 坐禅人 力量不可思议 然后龙的力量不可思议 再就是诸佛力量不可思议 无种不思议里边 诸佛力量最不思议 当然这也是从小城的角度 如果从入到大城法经里来的话 那我们看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 讲了六十节的时间 在那讲法华 结果在座的听法中 感觉一动饭的功夫 就没了 那这里里边讲的大成法 更是不可思议 实际上 你想想 我们常讲佛法 佛法 你说佛法里面 什么法可思议呢 是处是间法 用佛法来阐述 才能把它到位 这个不可思议 才是万法的实在 真理状态 你说我们讲因果吧 因果我们常说 前因后果前因后果 好像地藏经里面也讲了因果 但是最后落着点就是不思议 因果可以思议 你说 比如说我说一个人长 长到二十岁了是因 那三十岁就是果 三十岁是因 四十岁就是果 四十岁是因 往五十岁长 五十岁好像又成了果 就一路这个因果相续 好像万法皆公因果相续 但是大家想想 你三十岁是因 如果没有三十岁的时候 四十岁对谁说果呢 四十岁虽然说是果的时候 如果同时没有三十岁 四十岁是谁的果呢 你能把它说明白吗 怎么从三十到四十 搞不清楚 这不可思议 你说比如说我们网上极乐世界吧 念阿弥陀佛网上极乐世界 说因为有十万亿的国土阻隔 但是为什么一念间 净土里面讲到叫 硬坏文成 就是这个印章呀 啪的盖下去 这个印虽然坏了 但是盖上去的这个文字 哎 这个老爷成了 你说这一刹那 网上十万亿的国土主要 怎么网上的呢 如果是按照距离讲的话 那我们从这儿到上海到北京 对吧 肯定是先到上海再去北京 千里条条万里条条 但是一念间就网上 就像一个镜子里边 虽然有十重的山水楼阁 但是一念镜子中就能网上 你说一念就能网上吧 它确确实实在是万亿佛土之外 山水楼阁 十重婉然 你说没有远镜次第吗 它是立体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到佛教里面来讲的话 常说到性相圆容 性相 性相这个法怎么表的呢 法师傅知道性就是本质 相就是现象 你说我们从现象上来体现这个本质 就是咱们远抱这个普吉斯 远同宝殿 坐着观音菩萨 那我们从本有的心性上来讲 你说这个 咱们普吉斯这个远同宝殿 观音菩萨 是从我们这个心性上 称性 启动的现象 它到底是有还是无呢 如果它是一直存在的 是一个凯然一物 你说我们怎么能随意进进出出 它是实在的 你说它没有 每个人只要一进山门就引入眼帘 我们待会出去就看你 这个现象和本质 你就不小心理解 我们的理解 要么说它没有 马上就是断灭空 要么说它有 一定是 这个常见 断肠二见 我们所有的凡夫 这个认知都是在这 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 汝兹神力 慈悲智慧和辩才 它正在什么呢 法而如是 就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法就是不可思议的 你能把心悟尽悟到这里 那就叫叫狂心顿邪 这对了 所以主累人天平 最后就是要 说这个法 在维末经经里边也讲到 维末经经事 用一只手 就把这个大众 这个给带到佛前 维末经事 当时舍利弗就讲到 看到说 哎呀 怎么这样 这个非量所为 非度所测 就是我怎么度量这个法 怎么想看清楚 那么搞不清楚 佛就当时就告诉阿南说 一切海渊尚可测量 就是再怎么生的海都可以测量 但是菩萨禅定智慧 总持辩才 一切功德 不可量 所以你看这里是讲的 一切法 不可思议 就包括我们讲到 比如说解脱吧 不二法 法师们一念正念提起来的话 你看我们说静置不可思议 我们能观的智慧 和所对的境界 它是一心所现而已 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叫时报庄严图 叫色性无障碍呢 它精神和物质层面 它是一体的 你想用抽出来的一半精神 来描绘对立的另一半物质 那能说清楚吗 这就是凡夫的分别了 所以只有入这个不可思议 才能起智慧 发变才 出神通 一定要在这样的法中 才能出现 只要你有一念起心动念 那就入到凡夫 所以为什么开悟的老和尚呀 你去跟他去斗法 他都在那等着你 有时候你跟他斗这个传奇 你根本来不及 人家就把这个话就给堵上 为什么 他不是 甚至你的话在那想 想好都说的 叫任运 叫相应 那这里只有释迦牟尼佛 知道他的弟子地藏菩萨 已经入了这个法 不可思议 那正是十方诸佛 赞叹宣说辱之 不思议是 我们的一念 星地海中 就是不思议 千万节中 不能得见 因为他 五十五中呀 没有边际的 那么从 星际上这样 但是从 时空中 地藏地藏 祭武 今日 在刀立天中 与百千万亿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菩萨 天龙八部 大会之中 再以人 天诛 众生等 未出三界 在活窄中者 富足 予辱 无论 世诸众生 多恶趣中 一日一夜 何况 更落 五无间 及阿比地狱 动经千万亿劫 无有除妻 你看 就嘱托了这样 这一段 但是大家看到了 很有意思 为什么 前面讲到六道 轮回 法界 等等 这个天 为什么这里 专讲 人天 终者 主类品 到最后了 只强调了 再以人天诸众生等 未出三界 再活展 终者 大家要知道 最契机得度的身份 就是人天 特别是人 虽然后面还讲到 我们说 这个 我们南野弗地的人 智性无定 稀恶者多 这个 行善者少 可是人天里边 人是最容易受化的 最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六道里边 四恶趣 就包括修罗 他很难受化 三恶道呢 根本就苦得不行 曾有经里边 在这个法华文句里边 就引用经里边 讲到说 说五道同日成佛 否 有问 但是呢 佛就言说 不可以非弃之生 成无上道 只有人的身份 才是法器里面的 最佳状态 有先化三去 令得人天 然后乃可如愿 所以这里特别 主措 人天 而且在人天里边 还是先人 后天 大家看到了 在意人天 诸重生 为什么 这段里面就讲过说 若善男子 能行事 生剥落者 当之是人 人道中来 大家知道 做人 多不容易 这个解脱法中呀 就看你的剥落原生 还是浅 不是在这个世间福报上论了 就看你的剥落原 真正的福报 就看剥落原的生浅 但是 能行生剥落者 当之是人 人道中来 为什么 所以这和 三恶道中 罪苦多过 不得行生剥落 欲戒诸天 静妙无欲 心则狂惑 故不能行 欲戒诸天 色戒诸天 身着禅定位 故不能行 无色戒诸天 无行故 故不能行 所以你看 咱们南沿佛梯 有三件事 比任何地方都比不了 其中一个就 勤修犯恨 人道的甚处 佛就一眼就管道 在人里边呢 教义里边 人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就发音为忍 你看咱们叫堪忍事情 为什么叫忍呢 就是以世间的 这个伪敬和顺境 人都能够安忍 你看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人 这个不动声色 世间法里面讲 臣服很生 那初世间里面说 无声法忍 就是人的这个特色 就是能忍 人的数量很多的 从方位来讲 你看我们念文书里边 常讲一似天下 似天下 人就数不清的 我们光说到地球上 还是什么中国人 外国人 如果按照住处来言的话 有4800 4800种人 就一似天下 按这个咱们这 严辐提的一方而言 有一个叫楼探经里面讲到 有36大国 光人道 光人的种类 不说这个鬼 畜生等等 不说了 有36大国 另有2500小国 都是人 一国中一边的种类若干 我们说到 藩族 汉族 羌胡 蛮蚁 等等这些 各随方土 色类不同 咱们现在地球上只是有 好像有色人种 四种人 人种而已 严辐提的种类有 一共有6400种人 就咱们南严辐提 但是这里讲到了 有共性是什么 智性无定 邪恶者多 纵发善心 虚于击退 弱于恶元 念念增长 以事之故 五分事情 百千亿化度 随其更性 而渡脱之 你看这的人 就是这样的 所以菩萨呢 是想发 设法 百千亿化度 后面说 地藏 五金英勤 以天人众 富足于乳 未来之事 若有天人 及善男子善女人 与佛法中 众少善更 一毛一成 一杀一地 如意道立 拥护世人 渐修无上 无令退时 福次地藏 未来世中 若天若人 随夜报应 落在恶去 灵多去中 获至门首 世诸众生 若能念的 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句一记 大臣经典 世诸众生 如以神力 方便就怕 与世人所 献无边生 未遂地义 潜令升天 受胜妙乐 大家看了 这一大段 网中实际上 说了两个 一个 活在里面的 多恶众生 无令度苦 不要 堕在恶去 特别这里 讲到的 获至蒙首 就是已经 到了地狱蒙前 这才叫救吧 那么另外一个 少善众生 无令退时 一个是不要 下舵 二一个 不要退时 到人里边 主要就是 行这两个法 所以才 这里讲到的 说 这个 如意 道理 拥护世人 百千亿 化度 随其更新 非常不可思议 真的讲到了 我今天下午 在背 这个法医的时候 突然间 有时候事过 敬迁了 就是一念回光中 才想起了 有一点点滋味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起若干年前 若干年前 我记得有一次 北京放假了以后 回来看师傅 到路途经九华 住了几天 我们有一个同学 在 在 九华山脚下 我现在想起来 就今天才想起来 这事 我就那次去到九华山 住到一个上禅堂 叫上禅堂 就这么一个庙 不是很大 里面有一个天井 供的佛像 也很庄严 老佛像 住了两晚上 说想去后山 这样去看看 说后山 还有好几尊肉声 想去看一下 旁边屋里面 住了上禅堂 住持的一个道友 是一个什么 韩国和尚 他在宁波大学 读书 留学 韩国和尚 但是他的汉语 说的一塌糊涂 听说我要去那个后山 我们就结伴而行 那次一共是五个人 一共五个人 现在回回想一想 怎么会碰到一个 韩国和尚 这跟天强附会 联想说 地藏菩萨也是 朝鲜人 他呀 你说不怀疑还不行 他带了一个小适者 是一个居士 那个小居士 就长得一个特色呀 就你不能让你不想入非非 就是 反正不像人道 很有特色 也很可爱 他就带这么这个 一路跟着他 他的汉语讲得很好 我们一路这样爬上去 这个下 当天这个下大雨 下的 歇道后山 有一个叫白象洞的地方 在那住了一晚上 还找到 还碰到一个老和尚 在下面的一个洞里边 就是那边山的石头上面 凿开一个洞 他在那里边住着修道 就现在感觉 就跟入了另外的法界一样 这么结伴而行 第二天下来 我记得我还 给他吃斋饭 第二天下来 好好的饿得不行了 一晚上 你说上去走的肚子又饿 山上也没啥好吃的 他们山上种了几颗玉米呢 这个石头就是土层太浅了 根本就长不成个形 没法吃 住了一个居士呢 白象洞 第二天下山来 那会我走 走是走上海 不是还有普陀山大船吗 走上海 到了上海呀 我就想起啊 我到上海的时候呢 是从这个上海这个车站 那会儿不是有一个火车站 还有一个汽车站 连的不远 上海车站 我就出来 从那个广场上出来呢 就有一个坐轮椅的人 他就缠着要我 给我的要钱 哎 那会儿我们在学生 哪里呢 就想想说 那就实在不行 就给他一块两块吧 这也算是这里 我突然联想 与佛法中 众少善根 一毛一成 一杀一地 可是呢 没有零钱 没有一两块的 这个十块的 五十块的 哎 他就一定要要 一定要要 坐在龙椅上 很吃力热推着 最后就好了 我记得是十块 还不知道五十块 想不清楚 就给他嘛 给完了以后 我又转身走了 说实在的 当时有一点不耐烦 哎 转身走了几步呢 这个龙椅上 这个人呢 又撵着过来 我以为还要钱 他告诉我说 他是九华山下来 是池州人 我现在今天 才想起来这一句话 他说他是九华山下来 是池州人 我想想嘛 一定要会一下嘛 这有可能 地藏菩萨又回过来 实际上那一次啊 就是朝九华呀 是我才真正对 地藏菩萨 生起这种感觉吧 你以前的话 像观音菩萨 文书菩萨嘛 一说那么 心里这种感觉 就生起来 这种仰仗 这种一指心 但是地藏菩萨呢 确实是 没啥感觉 那次是第一次 可能这个缘分也就 结上 这真的是 一佛名 一菩萨名 更有意思 你看今天 今天我 咱们这儿 咱们这儿讲完呀 这不是打残戏吗 没有 就把它叠在一起了 待会儿回去 微信群里面 还有一个法 是一直在讲 印足文操 印足文操 反正就 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一次一个小时 反正也不管讲到哪 讲了要一百 一百多场了吧 就一直在 那个微信线上讲 今天我 在看完 地藏经的这段 讲义 写完了以后呢 又去说 把晚上讲的内容 看了一下 今天晚上正好印足 天天讲 这个 每周讲印足文操 不是说观音菩萨 就是念阿弥陀佛 只有今天晚上 讲的是说 讲地藏菩萨 肉身宝殿 说新罗国人 还讲说 有的人误以为 是泰国的 是新罗国的 说错了 是新罗国来的 就今晚就这么一段 是在讲地藏菩萨 就存在今天 所以你说 要说 神刀刀的嘛 确实有点 但是你说 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一切法不可思议 那么这段里面 就讲到这个 人天的情状 人道的胜烈 那特别是 一语讲到说 一个是 灵度 恶趣的众生 你看这里 讲到的说 呃 污令退失 啊 呃 后面也讲到 未遂地狱 受圣妙乐 啊 呃 这是指的 地藏菩萨的 护持法 给他嘱托的 啊 那特别是 这里讲到的说 你看啊 现在未来 人天众 五经殷勤 父主如 以大神通 方便度 污令 堕在作恶去 特别还要用 祭颂 父说了一遍 啊 父说了一遍 那地藏菩萨 也给回应 受这个嘱托嘛 二十地藏菩萨 莫合萨 胡桂合掌 白佛言 世尊 唯愿世尊 不以为律 这句话在整个经里边 已经说了数次 啊 不以为律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与佛法中 一念恭敬 我亦百千方便 度妥 是 所以大家看看 与佛法中 一念恭敬 为什么一念恭敬 会引发什么效果 他会生起信心 我们去给这个 众生说法 给他讲佛法的功德 一切的三宝因缘 就是为了让他起信而已 就是为了起信 我亦百千方便 度驼世人 与生死中 速得解脱 何况闻诸善事 念念修行 自然与无上道 永不退转 自然与无上道 永不退转 大家看这里啊 我们再看这一段前面 讲到这个 灵堕去中 祸至蒙首 这里就是堕到地狱门 还没到这个 地狱去之间的这个状况 以前 你看我们讲净土的时候 也讲到了说 其人灵命忠实 观经里面也讲到说 这个地狱向现前了 本来要这个 武力重罪了 那么灵首中的时候呢 有善知识给他开始 所以佛菩萨的慈悲 就是在这个危难之处显身手 前面我们你看讲到了 一个是下舵之时 一个是退使之时 这是众生和道人 世出世间法里边 最危难的两大之计 这地狱不三的法 就行在这个地方 屁育兵里面讲到说了 说有国王呀 古代的国王 他把老爸杀了 自己立了皇位 这里面讲到 自立皇位 但是呢 有罗汉就看见了 这个杀父立自己 秘王的这个人呢 这个国王呀 不久就要命中了 他给算了一下 连七天都不到 连七天都不到了 而且他看到命中之后 必堕阿比地狱 一劫受这个地狱苦 要受一劫 杀父的果报 那么这个罗汉呢 就对这个杀父的这个逆罪 国王呢 发了善心了 就去度化他 劝他什么 智行称南无佛 说你七天不能断绝 称南无佛七天 不能够 简短啊 还特别灵终的时候说 慎重的说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这个国王你看这个 业障和这个福德呀 有时候真的是 也是不可思议的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冒出来 他一心称说 昼夜不废 听他的话 念南无佛 然后呢 到了七天的时候呢 这个定义不可转 还是命中了 浑身跺向地狱的时候呢 他在念佛 就这七天养成的惯性 到了地狱门口的时候 他知道这是地狱 知道是地狱 那么他大声称南无佛南无佛 然后这个地狱里面的罪人 受重正在受罪的人呢 见到蒙首的这个这个神时呢 在念南无佛 大家皆一失成南无佛 地狱的蒙火 一时巨灭 一切罪人皆解脱 升到人天 升人天中了 这个罗汉呢 还生了以后 又重续给他说法 正了虚脱还果 正虚脱还果 那我们对照一下了 这个罗汉 有可能就是第三不撒化现 这里面就有这样 所以说唯愿世尊不予唯律 特别是坐地狱蒙首 所以我们退是性行之事 退善法之事 好再往下看 又出来一位秦法仲 特别有意思 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 名虚空葬 白佛言 世尊 我自制刀立 文语如来 赞叹地藏菩萨 微生势力不可思议 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乃及一切天伦 文字经典 其地藏名字 或瞻理形象 得极种福利 唯愿世尊 为未来现在一切重等 略而说之 佛告徐空葬菩萨 地听地听 武当未如 分别说之 你说 一部经典 讲到这了 他出来这么一尊菩萨 叫虚空葬 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讲的 这个菩萨很有特色 他一个 能够包藏一切功德 像虚空一样 他能于虚空中 不识大众财法 能不识财 能不识法 而且接近能思与众生 接令欢喜 与虚空中 但是这个菩萨还有一个什么呢 虽然他跟大副长者 巨族这个重宝 所思 都能够给予 施予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法 他一来了 整个这个山河大地 都化为虚空 一切法都没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从因果入 从解脱出 解脱门是什么门 三解脱门 其中有一个就是空门 无作无相 其实也就是空的究竟空意 那到了经的末后一拙 也是这样的 我们真正的究竟法 佛们就称之为空嘛 但是虽然万法皆空 你看前面很多的问法者都是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这个地神啦 鬼王等等 为什么这里说虚空藏菩萨出场呢 就表这个生法 为什么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狀菩萨的愿力 末后中 为什么地狱怎么空呢 你去捞人说 真的是一个一个把人给揪出来吗 地狱怎么空啊 这伟大的 当体如幻如画 这就叫虚空藏 所以地狀菩萨从因果相续上 表万法圆起 虚空藏菩萨从这个末后一拙 表自信本空 圆起信空 说万变不理 从开始分身集会平也是这样 从末后竹类人天平 还是这样 我们讲到二门归一星 一星出二嘛 所以这里虽然万法皆空 但是他问的什么呀 福利之法 就是因果还是不空的 能够得28种利益 大家来看啊 一者 天伦互念 这是 既然能够地藏经里面跟这个圣法 圣人接缘 能够粘理 那么自然而然的得天龙八部护念 这是福利开始的根本 我们一个人的福气增长的时候 就是你的护法开始居多了 天龙护念 二者善果日增 三者即圣上因 四者菩提不对 这三世相连 就是因增果净 因果相资 善果日增 你的善法多了 那么就即圣上因 福报大了 星就灵了 开始入圣法了 圣法修得精进了 那么就菩提不退 三世是相连的 这里也讲到说 一时封足 为什么要一时封足 因为一时是我们最根本的巨岛因缘 你看天台里面修小指观 还要什么呀 外聚五元 什么持戒清净 这个贤居尽处 还要一时聚足 那么 一时封足这里讲 六者 吉亿不灵 为什么 因为病缘也是我们退行断道的缘分 应该病后方知生事苦 一苦苦的你这个道业就退了 修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呢 虽然是退道之缘 它属于内缘 神病 外缘是什么 离水火灾 离水火灾 病是内障 灾为外障 大家看印祖文操里面写过一篇 特别恳怯 婆心怯怯的 法师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叫魏锦舟 回魏锦舟居士说 这个魏锦舟呢 平时也是 很讲修行 也是追随印祖 特别虔诚 结果呢 家里烧了一场大火 把他给烧穷了 烧光了 他媳妇也神经了 他自己也恍恍惚惚的 马上就要崩溃了 这会儿印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 里边就讲到了 真的是离水火灾来的时候 我们快生什么样的支戒 八者 无盗贼恶 无盗贼恶是什么意思 就是离这个素冤队 冤家找不上门来 离盗贼恶 九者 人见清静 为什么要清静呢 你去弘扬佛法 说法的基础 必要的姻缘 大家对你身恭敬行 见了身欢喜 恭敬行 否则你说的法 就不在这个正姻缘中 那么使者 神鬼助持 末法时期修行 说实在的 必须要有意 到了纵神来护法 否则你的这些 伟员赡羊病业呢 根本就挡不住 这十种呢 是指的正修福慧 正修福慧 那么后面 十一者 女转男生 因为男子生呢 是这个修行的法器 十二者 为王成女 纵然不得男生呢 也要端正有相之女 或者我们说 除非他自己愿意 以女生 度如众生 行方便者 十三者 端正相好 那么人见了其欢喜心 十四者 多生天上 十五者 祸为帝王 十六者 素质命通 等等这些 实际上都是要福德具足 才能慢慢慢慢的 走到这个素质命通 这都是读经称名的功德 那我们看下面的这个 十七者 有求皆从 十八者 眷属欢乐 十九者 诸恨消灭 二十者 夜道永福 二十一者 去处净通 二十二者 夜梦安乐 这一些 等于说 在我们自立利他 在人身份的利益上面 自立利他的步骤中 那么这属于什么呀 这个自立具足 能够自己得到利益 自己的利益具足 后面 二十三者 先王离苦 是利他的功德具足 利他的功德具足 但是这些呢 都是属于什么 人身的利益 下面开始就是讲 法界的利益 法界的什么利益呢 二十四者 素负受生 二十五者 诸甚赞叹 二十六者 聪明立根 二十七者 扰慈敏心 这是指的 法界的利益 最后一招 究竟圆满的利益 二十八者 必经成佛 忠诚佛道 所以这里 这二十八种功德利益 这个一毛一环的 这样的相续过来 实际上也是我们 九修福慧 这个三奇增上的一个 六读万行吧 所得来的果报 这也是在我们 人天路上 世间的 必备的资粮 当然这是从广说 你看这二十八种呢 属于广说 后面还有 七种利益 是略说 二十八种呢 是次第说 后面这七种利益啊 它是一个 总括说 也是原动说 大家来看啊 福自虚空藏菩萨 若现在未来 天龙鬼神 闻地藏明 礼地藏行 或闻地藏 本愿事行 赞叹瞻理 得七种利益 一者 速超圣地 这里讲的都是 大乘原动法 二者恶业消灭 三者诸佛护灵 四者菩提不退 五者增长本力 六者宿命皆通 七者依然还是必经成佛 还是必经成佛 所以大家看这里的这些功德利益啊 一目了然啊 我们就不必在这个 这个琐碎了 那么前面这些呢 是为小庚细说的 列说的 罗列出来的说的 后面的是为大耕 总盖的功德 前者呢 可以说是 重在这个 四地圆满 就像我们前面的说 成佛之路 解脱之路一样 后者呢 重在他力顿超 大家看看这些功德利益上面 就他力顿 你看诸佛护灵 那么增长本力 署命皆通 这些都是从这个 他力顿超商而言 二十八种利益 外加七种 最后一段啊 二十十方 一切诸来 不可说 不可说 诸佛如来 其大菩萨 天龙八步 这是从这个三宝 乃至外护 在场的法中 闻释迦摩尼 称阳赞叹地藏菩萨 大威神力 不可思议 叹未曾有 事实 刀利天 与无量香花 天衣诸英 供养释迦摩尼佛 及地藏菩萨 以一切众会 俱赋占理 合掌而退 圆满了 合掌而退 干什么去了 修去了 姓解 行政 文思修 信愿行 这个地藏经的经文内容 我们算是给大家挂完了 主类人天平 下面呢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总说一下 我们这二十讲 本人呢 这个智慧不够 尽力而为 但是我们总的看 地藏菩萨本愿经呀 因为地藏经的影响呢 太大 我们来学修 这部经典的时候 一个要从分 另外一个呢 要会向总 总分而言 你比如说 地藏菩萨里边啊 从前面这些 历历在目 你看他讲到的 这个因缘果报 就是因果内容的教 我们刚才讲到 佛法的教育 就是从因果门入 因果 印族也说了 说是世出世间 度化这个大圣诸人 度化众生的大权法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因果不可思议 实际上因果法 也是究竟的 但是为什么 讲出来一个 因和果的一个差点 别像大权法 有因 必有果 六道轮着去 所以我记得 那会传言长老 他写过一个 记子特别 特别到位 他讲到说 世相风云 何所踪 就是万事万法呀 除了什么 就是最终根本是 一个什么法呢 除了因果法 没有法 一心因果 净牢笼 就全部给涵盖进去了 由来定律 恒如是 天道与人 无不公 因果相续 有因必有果 天道与人 无不公 就是没有一页 不是这个来体现的 你谁都绕不过去 没得说 所以我们讲到 学佛入道呢 要是从因果门入 但是为什么要说 从解脱门出呢 表这个什么 这个心地法 为什么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叫心地之藏 虽然说因果 他也是一心 因果一心 一心因果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 一念心性 大家看 我们从开始讲地藏经 今天晚上最后一讲 从刚才一个小时 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之前 到现在 你说离开这一念心吗 我们讲了二十讲 从这个夏天开始讲起 到现在 离开这一念 如果你觉得长了 坐在这一念如此之长 你足够会通一下的话 一念 一直一念如此之短 一谎言 那包括我们 说启动的落到轮回 成了凡夫 将来我们成佛以后 入了法界 你说我们 什么时候离开 这一念心性 一念无名启动之后 到我们将来 修行成佛之前 离开一心 离开这个心地之藏 没有 十方国土 都是这一念心成宁的 凝聚起来的 所以才能够去百千万亿世界化 百千万亿生 四生九友 六道众生 怎么去慈悲他们 怎么去想法设法的 为什么也是这一念心所变现的 所以当心打开 就是道理天空神通会 就是道理天空神通会 然后就可以风生即会 当这个心闭塞了 执着了 那就是业感不断 众生业原平 业感平 轮回不休 地域名号品 如果我们能用这个心来借甲修征 称佛名号 那就是见闻利益 历历在目 理所当然 这一切 哪里能离得开 现前一念 借耳之心 包括我们刚才讲了 从第一讲开始 合掌三称 到待会儿我们大家一起回向 就没离开过 这两头都没离开过 所以这两天也是在禅堂里面 我想想说 原来发现真的 烦恼即菩提 烦恼即菩提 因果解脱 就是一个法 因果本身就是解脱的 当然另外一个角 我们从住持正法的角度 实际上地藏经 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误会 或者他有一些冤枉 我们有时候说 一部地藏经给别人了 很多人就是跟死连在一起 跟鬼连在一起 神弄在一起 实际上 一切的现象 众生出场 里边的内容中 并不是夸张的鬼神情态 渲染这种佛法的莫测 它是实实在在 我们筐正星星 为什么 从当下的体心动念来修正 这是无上合理科学的修行方法 体心动念 就从这个上面启动官法 你比如说折服的说教 如果你有恶法 那么你就 有将来的这个 感的这个结果 如果你的善法 利益 建文 那么将来就有你自己的殊胜 所以我们往往是 在讲英国的时候 一定把目光 要么既于前 既望于前 要么什么呀 联想于后 很少能够说 现在呀 现在就需要这样的效果 地藏菩萨本愿见 就是教育我们现在的效果 当下的反思和行动 给这个学修提供可乘之机 这是地藏菩萨本愿见的 本来面目 再一点呀 我们讲到最后 也算是依教奉行 随入这个法会的圣因缘吧 实际上 一切法是现成的 包括我们听这个地藏经 也是现成 只不过说 在这个新佛纵神三无差别的根本法中 建立种种法的源起 而成了各种源起法而已 种种法的源起 实际上地藏菩萨的大愿 已经把我们已经设在其中了 这个无独鬼王 主命鬼王也匡正了我们生死之际的 这个颠倒之鉴 地神护法也认我们一切事不得现前 一切不如一事不会现前 包括这个观音菩萨的神通 你看 已经就在注定这个圣因的推广 为什么说 有现前之事 就作为所证 为什么你看我们在普陀山 讲那个地藏经 实际上就是观音菩萨 在兑现他 世尊给说的嘱托和他的诺言 你看这里为什么讲到 观音菩萨 或者说 事故观音辱当之 普告横杀诸国陀 我们在观音菩萨地方讲这个法呀 你看这个 就这个神力 这个摄像头 在座的师父们 我们这是在现场听 实际上这个上面还有很多人 在同步 受益 那么我们在观音菩萨的地方 就是启动这个因缘 那么在严谱体里边 有这么一个法 把它流通出去 大家都在受益 这就是观音菩萨 他现前就在 跟这个里面的步 这个步调是一模一样同步的 所以我们是只是在参与这个 现前一切不可思议法 这个本来的 具足的因缘而已 所以你说 除了这个 本来具足 我们真的在这些法上 能够有能为力吗 我们只能参与 无能为力的 但是因为参与 这个法就圆满 就这样 本来如此 毕竟如此 包括我们说 今天讲的圆满了 我呢 一直只管讲 大家呢 就一直就这么听 就一直就这么进行的 就反正我说什么 就是说的这些吧 大家听也就 就这么听这些 反正除了这些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你除了这个事 这个法 再多起一念额外 那就成了 心外求吧 当然我们多起一念额外 实际上还是在 这一念心之内 所以说 一切已经早就圆满 我们这次讲这个地藏经 今天讲圆满 只是 再要说的时候 已经是头上按头了 这个法就是 误起来是很难误的 看大家的性功德 为什么 佛在经里面讲到说 我法妙难说 为什么 直指无须说 无须说 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发行讲经呢 大家来听呢 这确实也是我们常住上 我们普陀山 一片 一片婆心吧 你看 包括我自己也是 越讲越讲说 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光这个口里说 行呢 行不得跟不上 但是实际上呀 我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 其实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师傅 都是功德无量 我感觉到实际上 在这讲这个地藏经 就是我们普济寺 就前面的海映池 海映池里面 已经是满池莲花了 我好像还在这讲说 哎呀海映池满池莲花一样 没必要 但是讲 又必须讲 讲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知道海映池 不知道我们普济寺 琉璃世界是满池莲花 多多精灵 你看 因为这个直播呀 刚才讲到神力流布世界 每次都有看 这个直播每次都有 我刚才好几千呢 有五六七八千呢 咱们就说 里边纵然有一些点赞的 进来又出去 有一些水吧 水分 那你至少有两千 或者一千吧 印管法师那会去流通 这个印这些 注印这些擅书经书呀 有人就问他说 印了这么多 真的有人看吗 都看了吗 印竹说 说哪怕这么里边一边 一百本中里边 有一本被人看了 一点点 看近距离也行 这样我们的流通就功德 不可思议 你看有两件事情 也是从这个微信上 直播回馈过来的 有一次 有一个是在北京的一个同修吧 他完了以后 他把那个截屏都给我过来了 他说他打出租 坐在出租上 听这个经 然后他放出来这个声音呢 他就觉得司机开车的时候的话 肯定是开车不能够扰乱 他就尽量放低一点 但是还是在听 这个司机呢 也没给他提意见 就你就听就听吧 等了到了点了 下车了 他给这个司机结完 结算完以后 还说 司机师傅 真的感谢你啊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又不是佛教徒 说我正放了一路 这种声音 本来你开车是不能嘲论的 你还能包容我 说非常谢谢 结果呢 那个司机给他说了一句说 非常谢谢你今晚放的声音 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当时用这个微信给回来 你说这么想想 还有一次我在看下面的评论 偶尔很少看 在下面有一次评论 一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出击可能都不算 刚刚接触吧 他讲到说 说哎呀 法师啊 全凭你讲的这个地藏经 让我有生以来 头一次把地藏经翻开读了一遍 说他头一次来把地藏经翻开读了一遍 所以说 你说讲到这里你说 虽然说 多说无意 心思路绝 言语道断 可是呢 从这个 住持法上来讲 叫人 如何 不讲经 我们在这里 做这样的一个缘起 大家做点 为什么说叫功德无量 现在 有时候出去的法院呀 我有一点偏心了 你看最近几次 这个月 下个月也有 都是那个 咱们 到了这边的 姻缘的这边比较多了 都是佛学院呀 佛协 今晚我还收到一个函 就是佛学院 这家佛学院 那我还比较很欢喜 为什么呢 那边去的 还是佛协培训的 都是给出家人讲 那出家人讲 我就两样了 不是说光这么去讲经了 我现在出去 只有一两节格的课时呢 我大部分都在给他们说 我们怎么样去讲经 应该去讲经 你有妙的 你如果能讲 你就自己讲 你不能讲 你就成就别人讲 每次我给他们讲的 都是说 怎么去讲经 把它尽量讲 往正了讲 往透了讲 往深广了讲 当然 还是说一千道一万 只要大家生一念恭敬 信心就起来 就是劝心而已 那说了这么多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普陀南海 流离境 存来 无言甚有声吧 希望能够正法久住 请诸位和展和相 文化功德书胜行 文化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相 无边圣福皆回相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感恩诸位阿弥陀佛 花佛陀在我们心中 莲花飘在天空中 走向不脱千年 没有哭恨一颗心 没有哭恼一颗心 我们来合掌心中 我认我落你多时 照顾千年 我一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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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